海协会副秘书长张胜林在长春探望遇车祸受伤台湾游客将近最大努力做好善后工作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筹划两年的十年正纲定稿 财政与税制纲首先亮相 嘉义家族千金对上地方老将 台湾美女主播陈以珍力拼嘉义名代 国际金价飙涨 新北市昔日黄金城金瓜石在先讨金热 详细内容稍后送上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五报 我是卢晓 首先来关注台湾旅游团在吉林境内发生车祸的后续消息 台湾旅游团在吉林境内发生车祸造成了四死十五伤 昨天晚上海协会副秘书长张顺林前往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乐群分院 探望受伤的台湾游客 张顺林说他代表国台办主任王毅和海协会会长陈云林 看望受伤台胞 并对在车祸中受伤者表示慰问 对罹难者表示哀悼 11岁的蔡小弟是此次受伤人院中年纪最小的 也是被送到院方第一个进入手术室的 现在她的身体状况稳定 院方送来的鲜花气球玩具车 让蔡小弟的房间格外的温馨 不过经过这样的事故 还是让小小年纪的她心有余悸 好好休息 有什么问题像叔叔阿姨说出来 好 都保重 对 好吧 好 为了让所有的伤员能够迅速复原 院方特别为他们安排了适合南方人口味的饮食 同时在医护方面 也为每位伤员都安排了一名医生 一名护士和一名心理辅导师 对他们进行一对一的服务 所以我们在一楼是比较亲爱的 好 那你们都保证 谢谢 好 谢谢 有什么问题提出来 好 你们觉得伙食有没有要求 很好 伙食 都很好 这边公司都照顾 照顾的很好 目前海协会 吉林省政府等相关部门 仍在全力以赴 协同做好事故原因调查和善后工作 院方也表示 将整理好全部医疗档案 配合伤员返回台湾的后续恢复治疗 我们也是对这次 在这次事故当中 台湾有四位同胞遇难 我们对此也表示遗憾 同时也向他们表示哀悼 对这些遇难者的家属 我们也进行慰问 所以这次我来吉林 就是专程从北京赶过来 代表台办的王毅主任 还有我们海协会的陈英明会长 向他们表示慰问 向这些遇难者家属 表示哀悼 在台当局相关部门的努力下 发生事故的台湾旅游团家属一行20人 16号下午 由桃园机场出发飞往沈阳 并在晚间转乘车辆抵达长春 此外 根据台湾熊市旅行社介绍 目前受伤的台湾游客情况大致稳定 而他们最快可以在今天返回台湾 再来关注台湾岛内的消息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筹划两年多的十年正纲15号定稿 总共18纲4万多字 16号下午 蔡英文和台财政部门前负责人林全 首先针对十年正纲的财政与税制纲召开座谈会 这也是十年正纲首度正式对外公布 而最重要的两岸经贸纲将在下周三发布 民进党筹划两年多的十年正纲定稿共18纲4万多字 今天首先公布的是财政与税制纲 最重要的两岸经贸纲将在下周由蔡英文亲自发布 十年正纲下周将提交民进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期待税理通过 蔡英文表示 从五都选举以来十年正纲很多概念都已陆续向社会说明 包括国光石化 非和家园 税制改革与反贫穷等 外界质疑 它是政见空洞的空心菜 这是不负责任的说法 蔡英菜是一个很有营养的青菜 另外一个台湾人很喜欢吃的青菜 真的不要不要小看他 为了选战 蔡英文频繁出招 不仅用自嘲回应政见空心菜的质疑 更找来台前财政部门负责人林权对谈 周围蔡英文2012热门副手人选的出现 引发媒体关注 我看到这么多人 我还特别强调我不是副手 我现在还在遵循党内的意见当中 我还没有去遵循特定的人选的意愿 蔡英文没有承认林权就是自己的副手 只表示找他来是替台湾财政开药单的 你讲执政八年 政府累计的债务 实际上还是执政 因为赤字是慢慢减缓的 所以累计的债务来是1.2兆 在年政府的赤字又增加了1.2兆 好 一年增加了又四千亿 这是我们比较担忧的 这年财政赤字减半八年财政平衡 这应该是可以达到的目标 民进党十年政纲记者会 原本只开放采访五分钟 临时全程公开 蔡英文找准时机吵话题 2012不只要选台湾地区领导人 同时也要选出113位新科明代 现在明代选战打得火热 参选人中有不少高知名度 但却首度参选的政坛新命控 比如由台湾电视主播台 转战政坛的陈以珍 由奈斯集团小公主称号的陈以珍 出自嘉义地区有实力的政商家族 这次他投入嘉义明代选战 要和在地方扎根深厚的 现任民进党级明代陈明文对决 地方家族千金 对上在地实力雄厚的老将 将是一场硬仗哦 90度弯腰拜票 再加上娇滴滴的笑容 前电视台主播陈以珍 形象清新 是蓝军派出来的美女刺客 蓝军想靠着媒体名人高知名度 打遍地方基层 奈斯集团的得意千金 家族光环比女主播头衔想亮的多 陈以珍的父亲是爱之卫副总经理陈静瑶 在奈斯集团七兄弟中排名第六 家族总资产外传高达2000多亿元新台币 说到陈以珍的竞争对手 民进党的现任嘉义明代陈明文 这两大陈氏家族可是好几代的视角 国民众提名陈以珍真的是高招 国民党家来讲真的也是非常的残忍 国民党打美女牌 想要借此切断陈明文常年的人脉和经脉 地方家族千金对上在地实力深厚的沙场老将 两方重叠的人脉关系 也让这场选战张力十足 今年台湾多部本土电影纷纷上映 到目前为止 上档的影片都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 电影《海角七号》导演 魏德胜的新片赛德·克巴莱也即将上映 片商卯足了劲儿宣传 由于片长达到了4.5个小时 已经确定将分上下两集来上映 9月12号中秋节那一天 片商在高雄巨蛋还将举办万人联营会 暑假都快过完了 勇士分三区 看完电影还送吴宝春的凤梨酥 网友开玩笑的说 要带尿袋或大宝特瓶去看电影 免得憋尿憋太穷 行家的方式还不止如此 电影也卖套票 分开进杀青上映等三种 还出五种版本的书 另外包括便利商店咖啡杯 饮料包装宣传和钥匙圈等周边商品 导演魏德胜就是要拱出 比海角七号五亿三千万还高的票房 台军飞弹指挥部少校女军官范群珍 日前在自己的博客当中贴了上千张性感的清凉照 引发争议 由于他没穿军服 也不是在营区拍摄 台军方第一时间尴尬的表态无法可管 不过后来召开人评会 大转折对范群珍祭出申戒处分 对此岛内民代很不以为然 不仅批评台军方态度反复 还质疑为什么男性是官兵就可以赤裸上身 这样的惩处根本就是歧视女性 近来还有一位女性在台湾备受关注 她就是台湾艺人高凌峰的妻子金有庄 七夕情人节那天 她疑似外遇被媒体偷拍 在低调回避了一周之后 16号金有庄跟老公高凌峰一起公开露面 到底有没有外遇呢 金有庄轻描淡写 只强调未来会以家庭为重 要跟高凌峰厮守终生 回到家当时看到小孩子很开心 我就很开心了 然后看到她为了这个家付出 我也给她肯定 十一个礼拜金有庄终于现身 气色看起来还不错 肯定老公高凌峰相信力挺 但对于这张被拍到的照片 却轻描淡写 跟张先生的关系要到决定 我想在报线已经修过了 对 变了一次在婚姻中出轨 金有庄不认多看 金有庄被拍到和医美厂商代表张志健 在车内拥抱亲吻 现在更有人爆料 两人认识约三个月 早在七月起 南方就在部落格表达爱慕之情 上头写着 从未想过在不惑之年 还能遇到生命中的真爱 还说不想给谁伤害 只有申请告白 其中还有一段 名为给心中的女儿的留言 说这十几年来 一直祷告要有个女儿 而上帝终于给了我 两天享受拥有女儿的快乐 里头所指的女主角 难道是指金有庄跟小女儿宝妹 这个空间拿鱼以后 我会更紧身更小心 时代不一样了 我觉得夫妻之间是平等的 也没有谁对谁错 最后更努力的去沟通 如果我们沟通不良 未来可能有十个李先生 八个王小姐 任何都有可能 那只是我们 之间要努力做一些修复 跟沟通 好像有一种二度蜜月的感觉 所以我现在很开心 面对好不容易归来的老婆 说要争取尊重 高凌峰站在一旁 低头连吭声都不敢吭 当媒体要求两人拥抱 金有庄似乎不太给老公面子 那要不要拥抱 不用了 不用了 最后奥不过金有庄 勉强牵起高凌峰的手 没多久就带着儿子进家门 这场闹了将近两个月的夫妻 适合戏马 暂时喜剧收场 好 接下来是郑和肥业下节提示 一段广告之后 我们新闻继续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这一节 我们来谈谈备受关注的黄金价格 前不久 标准普尔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 引发市场避险买盘激增后 国际金价盘中一度突破 每盎司1800美元大关 不少分析指出 虽然国际金价短期存在一定的回调风险 但国际金价中长期仍将一涨难跌 金价居高不下 台湾银行趁势推出讨吉利的金融条块 售价将近2万元新台并 但因为金价实在是太高了 虽然号称是金条块 但其实也才10克 薄德和金箔没什么两样 小小金块 鲜杂原等一律不准靠近 负责展示的台银小姐也丝毫不敢大意 旁边就有长官在盯场 不方便 我看您就近距离的拍 连摄影机都被隔出好大一段距离 保护的就是台银首度推出的金融条块 原价将近2万 抢先订购还推早鸟价18688元 号称是金龙条块 但要不是有这超厚的压克力板 简直是薄道让人忘了它的存在 翻到侧面一看 10公克其实薄道和金箔片一般 不过旁边这一公斤金条 价值已经165万 大金砖更是突破2000万 如果在一两个礼拜之内没有新的消息的话 金价很可能会有个5%到10的修正 金价飙涨 台湾的淘金热潮似乎又开始盛行 早年新北市的金瓜石地区是黄金的盛产地 淘金民众络绎不绝 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 淘金热渐渐退去 现在随着金价越来越高 这个地方又开始出现淘金民众 有人潜到水底 有的则在河畔的大石头缝隙下去找黄金 金价居高不下 每公克飙高到1620块台币 新北市基隆河上游淘金热潮再起 民众坐在溪水里 泡了整天都不寒苦 回报淘金梦 民众的配备相当齐全 六爪型的淘金盘 铲子敲棒 杀凿样样齐全 来到西边淘金起步比较容易 找到黄金的几率高 不过数量可能连0.01公克都不到 倘若选用另一种方式 潜水掏金 结果可能不同 掏金客穿着素膝鞋 带着潜水装备 呼吸管 潜水镜在水中持续拨开泥沙 用眼睛找黄金 找到的机率相当低 但数量却很可观 还有人一次就发现 是值将近5万块台币的30公克黄金 不管是运用离心立板 或者石头的泥水成圆形摆动 把比重较重的黄金卡在缝隙 借此找到黄金 还是签字潜到水里 淘金客都得长时间泡在水里 一天至少8个小时 努力的找 平均一天可以找到0.3公克的黄金 价值大约800块 金价居高不下 淘金热潮也跟着越来越盛行 金价飙涨 让昔日的黄金城金瓜石一带再先淘金热 根据澳洲矿产摊坎公司计算 金瓜石还有一千六百亿新台币的金矿价值 只是现在的金瓜石发展文化观光产业 未来是再度开采金矿 重现黄金城溶景 还是维持现状继续发展观光产业 一切都还有待评估 中秋节就要到了 岛内月饼站已经打得火热 为了抢商机 眼下连月饼也搭上了黄金热 有业者就砸重金 在月饼上撒实用的金粉 号称纯金奢华 是全台湾最昂贵的月饼 拿着画笔清清涂 分量还得仔细斟酌 因为这些细粉可都是黄金 那个金粉呢 也是那种法国进口的那种 九点九九的那种实用金粉 黄金价格创新高 业者锁定顶级克大推奢华月饼 撒上纯金粉这一罐三十克就要价一千五百元 每个月饼光是这层薄薄的金粉 成本就至少五十元 月饼食材更是杂重本 饼皮号称法国进口巧克力 里头包松子榛果 另外一种口味 红麴外皮 包補豆沙 栗子 这金粉月饼六颗一盒 卖两千五 号称全台最贵 这是我们的马卡龙月饼 把马卡龙放大当月饼 甜点业者想靠创意抢市场 抹茶外皮 中间包蛋黄 再挤上奶油红豆 创造冲突口感 切甜甜甜的 然后外面会酥酥脆脆的 从内馅果酱 现打奶油 到外皮烘焙 师傅全手工 中秋应景 业者更研发柚子口味 中间包凤梨馅 黄色外皮就像个大月亮 重量级的马卡龙 俗足是一般马卡龙的四五倍大 果然够噱头 月饼年龄有 撒黄金 推出超大size 就是要求新求变 好 接下来是正科肥业下节提示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阵风止煞 祈福那祥 本栏目注台记者走访金门 领略特色阵风地险物 风湿也风采 新北市十分老街 营销厅创意 以三国演艺典故为菜名 独创特色料理 12公斤牛肉比人高 台湾27人接力挑战 256层巨无霸汉堡 详细内容稍送上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 东南卫视海峡舞报 狮子一直是威武雄壮的象征 而在金门也有一种特色的 阵风辟邪物 叫做风狮爷 可高可爱 形态多变的风狮爷 遍布金门的大街小巷 从而也成为金门的又一个形象符号 下面呢 就跟随我们驻台记者的脚步 一起去领略一下 这些辟邪招服的宝物风采吧 一说到正宅辟邪 我们可能会马上联想到 像土地公啊 石杆当等等的信仰 那么在金门的宅地 跟院落旁边呢 我们可以时常发现 像这样的石雕 而它有个非常特别的名字 叫做风狮爷 由于东北季风旺盛 金门的居民在三百多年前 就开始设立避邪物来阵风驱邪 其中最多的就是 湿面人声的风狮爷 根据金门县的统计 现存的风狮爷一共有68座 而风狮爷所安坐的位置 可以说是五花八门 有的在墙角 有的在路边 还有的则位于村落之外 不过他们全部面朝东北 震设风沙 而每座风狮爷都有一件披风 金门也因此得名披风小岛 喜宴的话 灵宴的 然后他们家人就是说 做一件披风 把他披在身上 那你看到感觉 风狮爷穿上披风以后 感觉就微风淋漓 感觉很有那种动感 是不是 风狮爷与一般的避邪物的 不同之处在于呢 它的形象都有变化 最高的三米 最小的仅22厘米 有的风狮爷是单纯的石雕造型 而有的则五彩绚丽 作为少见的站立式避邪像 风狮爷手上所拿的器物 也各不相同 因为这造型为什么拿了一个官业 拿一个比书生加官业 那当然是要加官进球 那还有没有别的 我刚好像有看到说 还有像拿这个球 还有拿这个令旗 那他们是代表 那个球 比如说身上拿球的话 代表有球必应 你可能又不晓得 为什么拿令旗呢 其实令旗有两种含义 令旗它本身可以招财 又可以花好事 如今这方式也已经成为 金门的象征之一 圆润的造型 威武的脸庞也深受游客们的喜爱 而金门的雕刻业者自然也不会错过这个商机 一般说比如说钥匙签 名片夹 笔筒 风师爷象棋 包括现在是最流行的Q版的风师爷 对 台湾现在 我们台湾现在就在流行Q版 Q版的风师爷憨态可居 而风师爷的象棋 则在传统之中 透露出几分华贵 小小的礼品 不仅装点的生活 也让风师爷的特色信仰 随游客走出了金门 阵风直煞 威鹤险 吉祥那幅公标饼是金门人 对于风师爷的衷心赞美 那么经过了三百多年的历史 风师爷是已经传到了闽南各地 同一座风师爷如今保佑着两岸百姓 能够安居乐业 生活安康 我是许信 我在金门 领略完风师爷的风采之后 再带您去见识一下极具特色的料理 台湾新北市的十分老街 给人的印象就是放天灯 也就是孔明灯 老街协会为了推动这项活动 特地到大陆孔明故居 研究出了九道 以三国演艺典故为菜面的特色料理 有三国茅庐 火烧赤壁 还有锦囊庙记等等 我们赶紧一起去看看吧 一定要拉下赤壁 蹦下天窗 电影赤壁重现草船借鉴 赤壁之战大场面 孔明灯联络军情 辗转演变成台湾十分天灯 体验三国典故 不只用看用听的 现在还可以用吃的 冬瓜炒排骨菜名曲弦音 叫做孔明界东风 搭配各色青椒色香味俱全 还有这道蒜头鸡 取名神鸡妙蒜 把鸡肉蹲烂 浓浓的蒜香 生入鸡肉里 香味刺意 还有这道火烧赤壁 鸡翅烤的火红通透 搭配龙舟盘 撑出煮菜气势 最经典的草船借鉴 更是精心找来竹边盘子 以创烤虾用议会的方式诠释典故 最后这道锦囊庙祭 有何玄机吃了才知道 这是我们用十分它在地出产的这些野菜 把它包在里面 外面是豆皮 既然是锦囊庙祭 里面包什么东西 应该就是一个精气 我们游客来每次 每次包的东西都不一样 十分老街协会透过孔明灯 跟大陆对岸孔明故居连结 发展出创意三国料理 希望为老街带来更多人潮 前一阵子台湾有网友 纠团挑战吃101层牛肉 却意外的掀起巨无霸汉堡PK赛 日前有民众就找来27人 挑战256层超大的汉堡 这么多牛肉片叠在一起 拿尺来量比一个人还要高呢 甚至光夹层牛肉就有12公斤 相当的惊人 挑战者吃完都表示 现在光听到牛肉汉堡都觉得怕了 超大巨霸汉堡 长长牛肉夹层几乎看不到尽头 有民众纠团挑战256层大汉堡 打破素食店纪录 光是准备吃都要请出六个专案 合力才搬得出来 不过挑战无敌汉堡的下场 就是撑到快吃不下 大概吃到五六片以后 就觉得开始很腻了 对啊 然后吃差不多六层 其实就还蛮痛苦的 20 一层一层往上叠 试做金字塔汉堡 20片牛肉 培根 起司 光站都站不住 还得找人帮忙 用手服 光是这样高度就已经很惊人 20层 23公分 比比20层汉堡的高度 已经是普通的四倍之多 256层 甚至高达280公分 比一个人还要高 算一算光是汉堡的牛肉 就有12公斤重 网络各式掀起汉堡挑战PK赛 也有14个人挑战101层汉堡 看看照片 每个人吃牛肉吃到表情痛苦 已经吃不下 营养师强调短时间吃太多肉 容易造成胃食道密流 也容易摄取过多养分 血压提升